神秘水域 很多朋友可能听说过一些 比如说百慕大 日本龙三角 地中海三角区等等 都是有名的魔鬼水域 但事实上在咱们中国境内 也有这样的魔鬼水域 其恐怖程度不亚于这些地方 你来看 画面上的这个地方 位于我国海南省的文昌市的沪前镇 人称木兰头 但当地人却把这个地方称作 吞州磨海 州就是烦 吞州磨海 说的就是船走到这个地方 常常被海水吞着 极为恐怖 那有人可能要说了 你说这个地方恐怖 可是我们看来 怎么好像跟其他的海域没什么两样 你看海水沙滩礁石 看起来很平静 怎么就被叫做吞州磨海了呢 这个我说了不算数 来听听当地渔民怎么说 木兰头好多人都不敢过 原来是这个小船 当地渔民说自古以来 他们靠海吃海以打鱼为生 为了捕捞到更多的鱼 他们不管远近 必须追着鱼群跑 哪鱼多就去哪 比如说七州列岛 青岛港万宁市很多地方 最远的甚至跑到了西沙巡打 而不管去哪打鱼 木兰头是他们出海的必经之地 但是每次出海 经过木兰头海域的时候 没有人心里不发虚的 渔民们说木兰头海域的恐怖 不仅在于这里的海面变化异常 天气也是变化莫测 更加恐怖的是 当渔船在积风暴雨当中 艰难前行的时候 海底就像一双魔掌一样 常常把渔船直接摸进海底 今天历史上好多人 沉了沉了好多条船 经常有群传 为什么会这样 千百年来渔民找不到答案 在极度的恐惧之中 他们只好相信 是他们惊扰了海神 海神发怒 所以要惩罚他们 怎么办 为保出海顺利 渔民们便有了祭拜海神的传统 以前跟我老爸说海 他过得从那里过木兰头的时候 烧了鸡箱 之前就扔到海里了 平常的船过去 要点钱给他 抓鱼的人都是击败的 不管什么贵节都好 他平常买鸡买鸭也要拜神 可是这有用吗 我不说你也知道 这世界上没有鬼神 祭神拜鬼 那都是心理寄托 是一种迷信 所以祭拜之后再去木兰头 大风大浪 该怎么来还怎么来 可是以前的渔民不懂 心想过这种纸钱 买鸡买鸭 祭拜不行 那干脆下掉鞋本 他们一合计 就在木兰头附近 修了两座塔 那就是这两座塔 大约是20笔高 干什么用 希望这两座塔能够震水口 补风水 那你要说了 用塔来震腰驱魔 这还是迷信 没错 结果还是不起作用 在这片海域 海难依然是经常发生 这里咱们插个话题 这片海域为什么会被称作木兰头呢 以前的渔船都是木板 就因为这里经常发生海 沉入海中的渔船太多 好些个船板都被冲到海滩之上 时间久了 海滩上堆满了烂掉的船板 木兰头 说着说着就说左了 成了木兰头 木兰头就是这么来的 那么木兰头为什么这么凶险 这其中到底是什么原因呢 有地质专家听说了木兰头的种种怪事之后 来了兴趣 决定去实地考察 揭开木兰头的神秘面纱 那么这个人是谁呢 就是这位 名叫毕华 是海南师范大学地理与环境科学学院的教授 对海南的地质地理比较了解 首先他和我们的记者一起 来到了文昌县的骑楼街 穿过一段乡间水泥路 记者就看到了一块深刻色的石碑 上面写着海南角三个字 此处正是木兰头 那么传说中那块最凶险的地方在哪呢 我们来看一下木兰头的地形啊 木兰头主要包括两大部分 一块是木兰湾 一块是约30平方公里的丘陵台地地带 而那个最凶险的地方 就在最北端那个像海豚头一样的地带 奇怪啊 木兰头那么大 为什么偏偏最北端这个地方如此凶险呢 俗话说无风不起浪啊 记者首先想到的是台风 为什么呢 因为有资料显示 海南的台风很多啊 多到什么程度呢 一年12个月当中 平均有8到9个台风登陆 好像是14年嘛 那个五位马县 对文昌理想很大了 其他的杂木中就找平的了 就剩下指数 既然以此台风就可以把文昌的杂木 通通扫平 那么可以想象 在海上航行的渔船 那怎么可能是台风的对手啊 再加上台风来的又很频繁 木兰头沉船事故多 也就不稀奇了 然而记者的分析在壁华看来 恐怕简单了些 为什么 因为壁华推测 此地之所以不同寻常 很可能与当地独特的地形 有关系 此话怎讲 前面我们说了 容易出事的地方 在木兰头最北端那块凸起的地带 虽然我们用海豚头来形容 但是其实有一个词是专门来说 这种地形的叫做夹角 它是耐风化的花岗岩 在风吹浪打之后形成的 那么问题来了 这个夹角对木兰头海域 究竟能够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呢 它能否解开木兰头的全部秘密呢 下结束